有請陀地國的SIRINI 和副立黨的買福音、奶油包和健康華雙胎 你們覺得獨立音樂和主流音樂的分別在哪裏呢 副獨立的人是不會思考我是否夠獨立 我是一個自由職業 如果有人提供我二億三千萬五千萬幾年 Let's go的吧 我是會的 但是沒有人會這樣做 獨立可能有時是一個不太安全的心態 或者我見你是獨立音樂 就是你自己喜歡做音樂 就是不懂PRO 不懂PRO 那我就怎麼辦 我們那些show 不是因為想獨立音樂 而是我們自己搞的時候 覺得安全一點 因為我們不相信其他人 只是相信自己 有些book chime 找secure 找保險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搞 因為開show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自己一天做 如果你可能找人幫你搞 千方向來的時候 可能放些東西 進去 然後就是不小心 交給你這些人 我認為你就算是主流音樂 你還是要有這種精神 到時候公司和廣告 我簽了 五千四年好 前年好 怎麼分錢 你不懂他做這些 你的主流音樂 都是玩死自己 那其實你覺得Hip Hop這個民族 經歷過什麼轉變 還有你覺得是因為什麼 要做這個轉變 以前的Hip Hop 比現在的Hip Hop 沒有好過 也沒有差過 純粹是個類型 我認真是 我認真是 過去幾年 聽到Hip Hop圈 哪個最領導 真的走我們 其實我們那些melody 那些rhythm 其實是 我覺得 以前真的沒有任何香港的音樂 以前他們連Hip Hop有沒有估讀 是不是有結卡佬 他們不知道 可能那些人夾班之後 不是唱歌 他們在說髒話 我們MF真的整了這個文化 你香港人知道什麼是rap 什麼是Hip Hop LMF是做了很久才開到一場 好像我們那樣的大鬥 我不是想說他們 不過這個不是反映他們 而是反映香港的文化 這個不是因為我們比LMF 而是 那些人開始 有更多的潮流 我覺得 從90年到現在 那些聽眾還是進化 那時候他們是 聽到Hip Hop圈 他們有標籤 他們說他們是唱唱 如果我們是LF的時代 那些人都會說我們是唱唱歌 不過現在不同 那些人是說我們 很壞香港 那些人就會覺得 創作有一些歌 就是一年的故意在裡面 那些人會說 作品裡面一定要有意義 這個就是 我的意義和你們的意義 我們的音樂只是community making 很多人的音樂只是commercial plans 我記得我聽過一個最搞笑最緊的 就是 有些女歌手很想 譬如下半年到下一年 自己做一些strong independent pitch的角色 然後就說要怎樣怎樣 我的眼睛要怎樣 然後就開始 有一組的人幫我們做形象 做歌 然後我就說 RESPECT 我經常都是 RESPECT 你有些什麼 然後就RESPECT 然後我還記得 有一個人就說 蛤? 這些八婆東西交給水 不算 那我想 人越來越大 就越來越 沒什麼底線 然後又 又認識一些不好的朋友 就越來越覺得 哦 我真的不用你那個什麼 你剛才的問題是什麼 我忘記了 意義 我們的意義就是 不會用別人的口的準則 來分析自己 我們一開始就已經說了自己的 然後就問 你剛才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就等 Low Maze 他們所有的歌很多都是 自己建構出來的身份 可能扶林太空站 自己自稱六大富 這些角色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靈感 過分自信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做那件事 你要信你自己做那件事 以及做到最準 那你覺得有什麼 是很極端的事情 但是又很想做 但是你沒做過呢 你覺得 可以 可以 KPOP 怎樣KPOP化呢 可以分量一下 其實 你想想 我們 基本上 那個型已經很像男團 那 那 其實都順其自然 就是 就是先走偶像派 你們先 我們 我們 我們一向都是偶像派的 對 我們在找其他方法 令那些人 可以不再聽我們 那我們 可以很煩惱這件事 KPOP應該 大家都應該不會聽我們 我之後 你們有沒有結束 我想你們說幾句 做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你們想玩音樂的話 很多人說過程 不是說過程 不是說過程 這件事是真的 做歌的時候 你會學到東西 我們雖然 很多歌都是 很瀟灑 但是我們都學了很多東西 我們現在都 可以說到上次 成果 成果 輕鬆一點 整個字音樂 音樂示範輕鬆一點 成果更加要輕鬆 要搞笑 做什麼都要笑著做 如果不開心 更加需要認真去做這件事 不需要想太多 如果你覺得自己太多焦慮 控制不到 你就做一下 等那麼多 是做不到事情的